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打扰到他 滚滚懂事的压低声音道 嗯 东华没想到滚滚是一个小话牢 将白滚滚抱在了怀中 心中既是对他满满的愧疚和怜爱 这孩子是受了多大的苦 才会变得那般沉默寡言 父亲以后定好好同你 滚滚乖巧的在东华的怀中 点了点头 还有九九 嗯 房间外 厌尺物 私命等人还在消化白滚滚的身份 若不是这次白浅他们及时赶到 只怕这孩子同是失了爹娘 真真可怜 连宋摇着纸衫 叹了一口气 也不知这个法器能承住这灼溪多久 帝君他老人家周身的法力要修回来怕是要千余年 若是先例尚未修回来 这法器就崩溃的话 思命一贯地起人忧天道 那就去凡间历解啊 如果一次不行 那就再多历两次 一个淡然的声音从门口处传来 只见一个白衣银发的青年 正笑着望着他们 思命和连宋同时一惊 因为这个笑容他们太过熟悉 只要帝君的脸上挂着这个笑容 必然是有人要倒霉了 只是这人是谁 你是何人 厌尺乌望着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白衣青年问道 你变得这么闻周周 我还真有点受不了 白衣青年打量着厌尺乌说道 你说什么 你这是在嘲笑老子吗 厌尺乌说着就要挽起袖子 这天宫的人真不是东西 老子帮了他们这么多忙 怎么是个人就嘲笑他 白衣青年举起手 拍了拍厌尺乌的肩膀 还点了点头 这才对 别动手动脚的 老子和你很熟吗 厌尺乌拍开白泽的手 怪里怪气的 让老子难受 白衣青年被厌尺乌打了手 也不动气 便要往里屋走去 这位先友 你可知此处乃是帝君的碧海苍林 此时帝君并不方便 只见白衣青年拿出了一块令牌 直接将连宋后半句话噎住 要知道当年帝君曾是执掌四海八荒的天地共主 这块令牌是当时帝君亲手用一块隐心所致 用一调兵遣将 见令牌如见帝君 此时竟出现在这人手中 连宋四命等人同时向着白衣青年行礼 白衣青年看着令牌 难难道 没想到这么好用 真错怪他了 说着将令牌塞回了怀中 便往里面走去 喂 你们干嘛对着他行礼 他究竟是什么人啊 厌尺乌问道 你问我 我也不知道啊 连宋和四命同时两手一摊 不过随即便跟了上去 毕竟也没说他们不能跟上去吧 他们也是关心帝君 此时东华正抱着滚滚 看到站在门口的白衣青年 一时愣住了 这 白泽 这个白衣银发的男子 自然是之前消失的白泽 与其说是消失 不如说是回到了他本来的地方 未来改变了 他也改变了 只是前世种种他却记得 怎么说呢 一个人的脑中多了另一番的记忆 这一次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疼爱他的父亲和母后 不过 白泽想到这里 心中竟有另一番的感慨 因为上天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得到了什么 却也相应的要付出一些什么 夫君 你怎么了 白滚滚好奇的问道 只是随即一股倦意袭来 便沉沉的睡了过去 白泽试了一个昏睡咒 对着白滚滚 当然 东华也没有阻止白泽的法术 不然又有什么人能当着东华的 面对他的孩子诗的法术 不过白泽就是白滚滚 不由得想到之前凤九有一次对他试展昏睡咒 最后却把自己给弄昏了 白泽对着东华行问一个礼 后面跟了一群人 他也不想多生事端 至于为什么把白滚滚弄晕 因为他此刻脑中已有两种记忆 还有性格互相牵扯 若是再让年幼的他看到他 他的脑子估计能炸 帝君 别来无恙 不用多礼 你 无碍 连颂和四命两人哑然 这人果然好大的胆子 居然当着帝君的面将小殿下给弄昏了 最神奇的是帝君居然没有恼怒 依照帝君护短的性子 难道不该将这人吊起来打一顿 两人对视了一眼 同时觉得这人不简单 你不觉得这人长得有点像帝君吗 连颂用折扇眼着嘴 压低声音的和四命说着 我早觉得了 你说这会不会是帝君的私生子啊 此等事情 四命顿了顿 脸上竟绷不住笑一道 也说不准啊 四命和连颂两人一本正经的吃着瓜 看来最近天宫之中的八卦又可以更新了 帝君将白拱滚放在凤九的身边 替他眼上被子 同时衣袖与扇 将门关了起来 顺便是了结界 让外面的人听不到他们的谈话 那天 白泽和帝君密聊了一阵 也没人知道他们聊了什么 只是帝君突然决定和帝后二人 下凡臣历劫 而且此事由白泽全权负责 四命众灵从旁协助 帝君要入凡臣历劫 这事可是大事 怎么会突然让一个不明身份的先君负责 帝君 此事是否在商榷一二 崇林仙官劝阻道 作为帝君的结语化 此番他也是解不出帝君到底是为了什么 帝君摆摆手 无妨 左右也不过几十年的事 而且确实能尽快恢复修为 可是 众灵略显迟疑 盖茵刚刚他听到四命拿着那份卷轴 不但看得津津有味 连头称赞 好 好 好 但又随即摇头 嘴里说着 不妥 不妥 不太好吧 这才敢来和帝君在商榷一二 那卷轴是那白泽先君拿出 神仙力竭自是要经过失老病死 愿曾慧 爱 别离 求不得 五英赤胜 连四命都说不妥 只怕是真的不妥 帝君自是知晓众灵的担忧 此事已定 众灵 我不在的期间 你好好辅佐他吧 此时白泽四命等人进来 白泽提着卷轴交给东华 下凡的命部 四命新君已经确认过 帝君是否查阅一二 不用了 开始吧 看了对在凡尘也没有帮助 还浪费时间 东华躺在了凤九的身旁 看见依旧昏迷的凤九 心道 小白 你放心 不管在哪 我都会护你周全的 但你我醒来那日 我必重办我们的婚宴 东华握着凤九的手 缓缓闭上了眼 任由他们取出魂魄 投到下界 带崇陵去取凤九的魂魄时 白泽却阻止了 吓道 崇陵先关 九 以后这里先不及 有些东西你先去备一下 重灵不解 只是帝君特意交代过 只得接过礼丹 便退下了 带他们出去 原本一直绷着脸的白泽 终于露出了笑意 而且是那种贼贼的笑脸 像急了以往闯祸的凤九 前世的白泽是靠着自己生长的 却像足了帝君 但这一世却是凤九和帝君一同闯到大 这个信既是养成了凤九当年那般 十足时的闯祸金 只不过多了那三万年的记忆 个性又被中和了一下 九九 为了你 只怕我接下来的日子都不好过了 你可得护着我点 白泽说着 自凤九的体内抽出了一团粉色的光 白泽小心翼翼的将它封在了一个小罐内 白泽这番举措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就要怪那次凤九生辰 凤九看着东华比他不下的花海幻境 竟然叹了一口气 小白 怎么了 不喜欢吗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